新人用汉服照登记结婚悲剧,为啥? 26日上午,厦门的陈先生来到四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 拿的结婚证照片是在某汉服体验馆拍摄的汉服照 帮陈先生拍摄了汉服结婚登记照的公司表示 他们给很多人拍过此类照片,拿回去都是可以办结婚登记的 也有网友支持陈先生夫妻汉服是中国传统服饰 当做结婚照没毛病 在咨询受理陈先生夫妻俩申请的窗口工作人员时 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是针对汉服 这汉服的照片也可以用作结婚证照片使用 但不可以穿着抹胸等不恰当服饰 从陈先生夫妻的汉服照中 其太太的服饰并非是抹胸服,为何不能使用 但最终,她和丈夫不得不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 在卢州市纳西区婚姻登记处的照相服务时 重新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才办理了结婚证 在办理结婚证时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会对身份证 照片本人进行对比 如果三者不服 当事人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明 工作人员只能拒绝办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